不過這又發生了意外 是在新北市的細紙無毒火車站 往基隆方向 在昨天晚間的時候 有一名50多歲的男子疑似 是走上了高架鐵軌 結果是被自喬號撞上 當場死亡 火車停止乘客還在列車上 深夜突然發生火車撞人 緊銷趕緊抵達意外 現場將遺體搬離 廣播說什麼事情嗎 不好意思啊 我又試過暫停了 鐵軌上留下血跡斑斑 還有死者皮帶 警方到場進行採證 要釐清死者身份 21號晚上11點多 新北市紙區無毒火車站 往基隆方向 一輛從高雄往欺毒的 自強號列車146車次 撞上一名走在高架鐵軌的男子 消防局貨報趕緊到達現場 發現男子卡在火車的 六七截車廂下方 頭部破裂 雙腳被撵斷當場死亡 消防隊在台鐵斷電後 先將死者遺體搬離 注意死者因為肢體多處分離 身份暫時無法確認 不過警方將進一步釐清 以及死者走上高架鐵軌原因 借許志明裝備自新北市採訪報道